顾千帆因为自己在黄承司任职,仇家众多,不希望把赵帕尔暴露于众多仇人的视线中,一直强忍着自己的感情,怕别人发现自己的死穴,不敢和赵帕尔表白,却又看不得他受到一点委屈和伤害,内心挣扎彷徨。 赵帕尔因为自己曾经是剑籍,和顾千帆的身份地位相差太多,尤其是和欧阳旭的上一段感情,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被欧阳旭提出分手,这也成为了他的心结。 面对顾千帆的时候,他希望对方能给自己一个承诺,如果不能在一起,也不要彼此互相牵扯,不要让自己患得患失。 赵帕尔提到清白,到底什么意思?赵帕尔是因为父亲获罪,成为了乐吉,后来在16岁脱吉以后,救了落榜学子欧阳旭,后期帮助欧阳旭落吉,资助他继续参加科举,两人日久生情,还在赵帕尔父母墓前许下诺言,发誓此生永不相赋。 在三娘,宋尹章等相熟的人眼中,两人之间的关系是未婚夫妻,欧阳旭上京赶考,赵帕尔在家中等他归来,得书带来欧阳旭中的炭花的好消息,大家都开玩笑地称帕尔为炭花夫人。 后期,欧阳旭毁婚,给予赵帕尔的理由就是她是炭花,需要朝中重臣的提拔。 官家赐婚高大人的女儿,能成为她仕途上的阶梯,如果赵帕尔愿意,半年后可以娶她为妾,被赵帕尔一口拒绝,也看清了这个复心人。 赵帕尔被欧阳旭退婚,恰好和顾千帆的一次一次接触中,两人暗生情愫,心意相通,但是阶级和身份仍成为彼此难以逾越的鸿沟,他想嫁给炭花都被别人以身份诟病,更何况是更好官位的顾千帆。 赵帕尔在剧中多次提到清白,其实很多观众认为她在成为乐极时,或和欧阳旭在一起时没有失身,其实在原剧本中,赵帕尔就是一个风月女子,在刚烈仍逃脱不了这样的命运。 赵帕尔这里的清白指的是为人清白,不做不干不净的事情,身处见急的时候不会主动去谄媚客人,和欧阳旭在一起时,也一心一意待她。 赵帕尔的清白是为人品质上的清白。 并且,顾千帆从来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轻视她,在赵老大的船上,赵帕尔谎称怀了肖大公子的孩子,顾千帆也是信以为真的说如果真要怀孕了,千万不要吃药,会导致滑胎。 不管赵帕尔之前的经历如何,顾千帆对她的感情都不会有一丝变化。 在最新的剧情中,顾千帆和肖像提出要娶赵帕尔为妻,顾千帆这么评价赵帕尔,她说,在你这里会认为她是一个低贱的商女,而在我眼中她却是举世无双的珍宝,是我这十几年暗无天日的生活中,唯一看到的希望,看到的光明。 顾千帆的表白真的非常真诚,男女主的人设是众多古偶剧中最不憋屈的,有爱就直接说出来,双向奔赴的爱情太甜了。 宋尹章在遇渣男,沈如卓真面目曝光。 最新的剧情中,宋尹章这边又出现一个男人,他对宋尹章一见钟情就是沈如卓。 因为前妻刚经历过周社的欺骗,再次遇到追求自己的人,宋尹章还是十分小心的,一直刻意地和沈如卓保持距离,但是也奈何不住沈如卓的穷追猛打,加上有顾千帆的背书,宋尹章开始接受沈如卓。 如果你仔细看剧就会发现,沈如卓其实是心怀鬼胎,并不是一个好人,顾千帆很可能也是被他为人假象所欺骗。 毕竟他连自己身边的兄弟是否真心都有判断错误的时候,所以看不起沈如卓真面目也是有可能的,宋尹章恐怕要再次陷入感情骗局。 在赵帕尔被黄承司抓走后,宋尹章并急乱投医,想起了和自己有一面之缘的沈如卓,于是跑到沈府向他求救,沈如卓一边安慰宋尹章,一边答应陪他去黄承司救人。 可是当赵帕尔夜里被放出来时,宋尹章和沈如卓都的马车都没有到黄承司,一路上沈如卓一直在和宋尹章找话题聊天,根本不着急去救赵帕尔,只是找机会和宋尹章在一起。 当顾千帆都从百里之外赶回来时就完人,他们都还没有到。 虽然宋代有规定,不可在市区快马,但是两人速度也着实太慢了,其实在这里就可以看出,沈如卓是心怀鬼胎的,他不想去招惹黄承司的麻烦,而且还想讨宋尹章一个人情。 后来两人关系升温,当宋尹章在一次憧憬未来婚后的美好时,沈如卓却希望宋尹章利用美色能帮他拉拢朝廷权贵,宋尹章被欺骗,险些再次失身,被赵帕尔救出后,看清了沈如卓真面目,两次的爱情让他身心疲惫,一生只愿意与琵琶为伴,最后终生未嫁。 孙三娘和杜长丰成欢喜冤嫁 孙三娘前半生比较命苦,丈夫和儿子都背叛了他,想不开寻死被赵帕尔和顾千帆所救,和他们一同来到京城,后期三姐妹创业开了一家半遮面茶馆,因为她的果子做得好,加上赵帕尔的经营,送尹章的琵琶功底,三人的茶馆最后成为京城最大茶馆。 因为她为人爽快,又处处为别人着想,有一技之长,从不轻视自己,最后和杜长丰成为了欢喜冤嫁,终于穿上凤冠侠配成了告命夫人。 她的儿子在家受尽了委屈,才意识到自己母亲的良苦用心,独自来到京城寻母,改姓度,一家三口团圆。 三姐妹的结局都是比较好的,虽然宋尹章没有再嫁人,但是她经历过两次感情骗局,终于自立自强,再也不唯唯诺诺,贪腹于人,这就是她最大的成长。